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辅助使用 我点一下哦 辅助使用呢,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叫做缩放 以前Apple原厂讲是到我们学校上课 当时的时间点是也没有大电视 所以那个老师上课很累呢 他就说什么 他就拿着他的iPad给我们 用手点给我们告诉 请老师去找Pages长什么样子呢 橘色终究有一支笔 老师就滑来滑去滑半天 真的要找很久 对,我觉得上课有时候就要教学设备了 所以把iPad投影到电脑去 那就有大萤幕可以看 把iPad投影到大电视 小朋友上课我觉得清楚很多 OK吗,就像我现在 这样可以指给你看 这个叫Pages,就像Word一样 好来,那我们来看这里呢 以前他怎么跟我们骑龙呢 他就用缩放功能 缩放功能点一下哦 来,老师看一下这里 他说缩放什么意思 用三个手指头按两下 可以打开缩放功能 目前没有开哦 开的话就长这样 没有开就长这样 来,那三个手指头 拖曳移动萤幕 来,讲了半天 先打开来就说吧 来,就这个 可以放大镜了 他其实我好喜欢 他名字叫放大镜 用缩放不是错啦 可是绝对不够那距离 那怎么关掉 三个手指头敲两下 就关了 来,假设我要介绍Pages 里面拖曳给移动 刚刚说明 来,三个手敲两下关闭 敲两下再打开来 那这个位置在这里 位置在这里 那如果移动这里 老师,那三个手拖曳 可以再下来 看看在哪一边 我在这里 我就可以拖这个方式 告诉他 这个叫做Pages 我这样看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他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都因为设备不够方便 的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缩放功能 三个手敲两下 把它关闭 来,老师,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功能就叫做 辅助使用的 叫做缩放 三个手指头敲两下 打开关闭 这个功能叫做缩放 那如果不要的话 当然可以点这里 把它关起来就没有了 感谢您说 就是这个功能 好 60几天